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朱爱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 黄母军校历史人物列传 我们接着来讲国军将领杜宇明 上次我们说到 杜宇明在参加了 蒋介石官邸的汇报之后 他要求顾祝同答应他 他在徐州 要按自己的主张行事 他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 是他怀疑 国防部的郭汝瑰 是共产党的间谍 1947年2月 国军在来务战役惨败 从山东方面逃回的人告诉杜宇明 国防部里有内奸 郭汝瑰有可能通过 那么现在随着党案的揭秘 我们知道郭汝瑰 他真的就是中共的秘密党员 1929年 郭汝瑰在杨森部队的时候 已经秘密参加了共产党 一年之后因为情况变化 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抗战期间郭汝瑰到达重庆 意识到国民党政府 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 都已经腐朽透顶 所以努力的寻求 与中国共产党恢复了联系 1945年3月 郭汝瑰遇见任连儒 得以和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 并且提供了国民党的一些军事情报 在任连儒的介绍下 郭汝瑰秘密密会见了冬必武 1947年2月 当时的参谋总长陈诚 打算任命郭汝瑰就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 对此郭汝瑰很犹豫 经任连儒的分析 认为郭汝瑰担任作战厅长 会更有利于情报工作 于是郭汝瑰就答应了 当时国军主力正在向山东解放区发起进攻 郭汝瑰根据蒋介石的指示 制定了作战计划 并将情报交给了任连儒 还特别强调 在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 有张领甫的整编第74师 全部美式配备 要解放军特别小心 果然在孟良固作战中 解放军有备而来 全接了整编74师 战后国防部派新闻军局长邓文宜 调查失败的原因 邓文宜黄埔一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蒋介石在江西搅供建立刑营的时候 邓文宜就是情报处长 是特工专家 他在山东偶然听到一个高级军官 说郭汝瑰是共谍 因为没有证据 邓文宜只是告诉了 与郭汝瑰有矛盾的杜宇明 从此郭汝瑰就成了杜宇明的一块心病 杜宇明既然怀疑郭汝瑰是共谍 他为什么不报告给蒋介石呢 因为杜宇明没有证据 而且郭汝瑰和他一样 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 搞不好得不偿失 所以杜宇明决定自己独立行事 以防泄露 杜宇明因为飞机迷航 半夜才到达徐州 了解战况之后 他认为 黄东解放军主力 目前不是直接进攻徐州 而是想要集中主力 消灭国军兵团 以有利于打员 徐州以西黄口九里山以北 至不老和北岸的解放军 只有极少部分牵制国军 可以大胆调兵 应该说杜宇明的判断是正确 他相应的提出两种应对方案 第一方案 令黄不道兵团守碾桩 十三兵团守徐州 以第二第十六两个兵团 会合黄围的十二兵团 先击破中原野战军 关键是黄不涛兵团 能否坚守一个时期 这个唯唯救赵的作战方案 的确很高明 中野的力量比华野要小 而且在战役之初 集结也还没有到位 以国民党三个主力兵团 维艰中野 兵力上确实占据了一定优势 这也是杜宇明 在南京军事会议上 没有提出来的方案 如果真的实行的话 解放军还真的有很大的麻烦 可惜刘志的胆子太小 如果寻找不到中野主力 又耽误了援救黄不涛 吃不了兜的兜 所以刘志等人 坚决的反对这个方案 杜宇明也没有办法 第二个方案 是以十六兵团守徐州 以第二第十三兵团 全力解黄不涛兵团之围 但是如果黄围的十二兵团 被中原野战军牵制的话 不能到达徐州 那么击破华野 则深感兵力不足 这个保守的方案 很快得到刘志等人的认可 11月11日 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 从商丘到达徐州 这个时候 中野战军已经抽掉了主力南下 面前只剩两个纵队 所以刘志决定 将第二兵团东掉 协同十三兵团解黄不涛之围 13日开始向东攻击 最多推进了15公里 杜宇明认为按照这个速度 一个星期可以打到碾庄 14日 发现解放军打员部队越来越顽强 白天攻占的阵地 晚上又被反攻回来 14日 15日 16日 战斗激烈 17日 解放军经双沟 向东南两路撤退 杜宇明以为解放军崩溃 命令全线追击 结果受到解放军 在二线阵地顽强抵抗 这就是国民党宣传的 所谓徐东大捷 22日 黄不道兵团在碾庄被歼灭 10月23日 杜宇明和刘志到南京 参加蒋介石官邸的汇报 会议程序 还是由郭鲁归 报告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他提出 以打通金浦路 徐邦段为目的 徐州方面主力 向福利吉方向进攻 孙原良兵团 及黄卫兵团 向速线进攻 南北夹击 一举击破解放军 打通徐邦间的交通 蒋介石命令杜宇明 就按照这个作战计划 部署攻击 杜宇明认为 如果孙原良兵团 和黄卫兵团 顺利合围 这固然是好 但万一时间上出现了差池 或者兵力不足 导致打不通 那么黄卫兵团 就有陷入重围的可能 所以他建议 调三个军 向邦步集中 参加战斗 另外再设法 抽掉两个军 蒋介石说 调五个军不可行 想办法 调两三个军 但必须按照计划执行 杜宇明返回徐州后 组织兵力 向弗里吉方向攻击前进 这是他第二次执行郭书归的计划 一时之间炮火连天 杀声不绝于耳 然而蒋介石许诺的援军 却迟迟没有出现 其实当时的军力分布 和白总习的撤肘 决定了蒋介石 根本不可能再抽掉 其他部队前来征援 黄卫兵团 本来是去解救黄博涛兵团 没想到自己反而成了梦中之变 这就是杜宇明 盲目的遵从蒋介石意志的结果 没救出黄博涛 又搭上了黄卫 10月28日上午 杜宇明奉蒋介石的命令 到南京开会 当务之急 无疑是救黄卫 会前杜宇明特地私下找到顾鲁同 表示应该集中一切的兵力 与解放军决战 否则黄卫完了 徐州不保 南京也危险 顾鲁同当时就对杜宇明说 现在只有放弃徐州 出来再打 你看能不能行 杜宇明表示反对 他认为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 要恋战就不能放弃徐州 放弃徐州出来再打 就等于是把徐州的三个兵团 马上送掉 只有让黄卫在收队级 坚守 牵制解放军 将徐州的部队撤出 经永城 到达蒙城 沃阳 辅阳地区 以怀河为依托 再向解放军攻击 以解黄卫兵团之围 最后 他又向顾鲁同提出要求 这个计划 只应该少数人知道 坚决不要告诉 顾鲁归 不料 在官邸会议上 顾鲁归的作战计划 也是主张放弃徐州 主力撤出徐州 陆县 则由双沟 五合 与李延年兵团 会师之后 吸进 以解黄卫兵团之围 杜宇明当时就表示反对 他站起来质问 郭鲁归说 东边都是水网地带 我们那么多重装备 那些武器怎么办 是不是要送给共产党 杜宇明一语就道破了 郭鲁归的目的 这也引发了蒋介石 对郭鲁归的不满 会场顿时大乱 侯腾问杜宇明 左翼打不得 从右翼出来攻击如何 杜宇明回答 那要看情况而定 有人问杜宇明 那你的意见如何打 说说 杜宇明看了 顾鲁归一眼笑而不答 这个时候 顾鲁归对蒋介石说 要光庭到小会议室谈谈 蒋介石到了小会议室之后 杜宇明说 校长 学生已与顾老师商量好了 部队从徐州出来 不能恋战 从右翼而不是左翼 经永城 到达蒙城 卧阳抚扬地区 依托怀河 再向敌人攻击 以解皇位之为 蒋介石频频点头 出了小会议室之后 蒋介石问参加汇报的人 还有什么意见吗 路线问题 由杜总司令 将其行事 散会 10月28日晚 杜宇明返回徐州 向刘志报告了南京军事会议 放弃徐州的决定 次日 刘志飞里 蹦步指挥 杜宇明召集 孙元良 邱经全 李弥三人开会 传达了蒋介石的决策 决定于30日 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迷惑解放军 晚上撤出徐州 目的是奔着双队级 解皇位之为 采取滚筒战术 逐次掩护撤退 同时规定了各部队的 行动统治地区 然而 由于各部行动不一 行动直缓 未能达到目的 反而暴露目标 杜宇明的指挥部 与各部失去了联系 控制不了局面 形势大乱 从而使得解放军 无阻碍的到达了 萧县地区 徐州城里火光冲天 人马争先恐后 互相拥挤 道路阻塞 以致后卫人员 和自重车辆 大多数都被解放军俘虏 十二一日晚 徐州解放 三日 各兵团正向永城前进 杜宇明接到 简介石空头的亲笔信 指责杜宇明 一意逃走 将右拘被动 望庭奔逃 全力作战 蒋介石不但不命令 战略掩护部队 竭尽全力的掩护 而主力应该直奔双队级 他反而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说 应速决心于两日内 立即解决 随西口 马装一带的敌部 此为各个击破之唯一良机 如再迟言 则各方之离 必于三日后 云集于地部周围 右处被动已 此机不可施 切勿在座避战迂回之途 地南下十五万众 皆聚集在五体附近地区 此罪不利 应即分路前进 向敌出击 否则拥肿致迟 又将坐在背围已 如遇占领永城 牵制敌主力 可派有力部队进战 切勿可全部进去 据报 马装敌制先头部队 今晚必可先我占领永城 则我军又落后一招 若再与主力攻城 是罪不上算 此时应决心密敌之主力 而歼灭之 这是唯一要务 杜宇明认为 按照蒋介石的命令 必将招致全军覆没 原本想抵制蒋介石的命令 但又怕解不了皇位之围 替蒋介石背黑锅 陷入两难的境地 当即命令各部停举前进 召集将领开会 之后决定服从命令 采取三面掩护 一面攻击 逐次跃进的战法 能攻既攻 不能攻就守 不让共军把部队冲乱 当天晚上 杜宇明接到了国防部的命令 要求杜宇明迅速在两三天内 解决随喜口马装一带的解放军 杜宇明认为 这时的蒋介石又被郭书归所左右 他很后悔 10月28日 没能够向蒋介石指认郭书归 为潜伏的共谍 也没有与何银钦固住同等 咬死必须按照自己的方案撤退 计划一再变更 并且耽误了一天的宝贵行程 当天晚上 各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 向随喜口前进 但是右翼和左翼都发下了解放军 以形成被包围之势 四日杜宇明严令邱秦全攻击前进 要孙燕良礼弥严守阵地 同时他要求蒋介石进行空投 但蒋介石回复说 六日才能空投 但此时解放军已经识破了杜宇明的企图 从三面包围过来 六日解放军开始全面进攻 近日突破了国军阵地多处 形势开始危急 邱秦全 孙燕良说 目前唯一的办法 是请杜主任独断专行 这才可以挽救大军 杜宇明当时沉痛地说 如果三天前 大家同意尚可全尸而退 对得起老头子 现在恐怕已经晚了 既违反命令又不能全尸 有何面目去见老头子 邱秦全认为 目前还有力量打出去 杜宇明说 一个兵团如果突出一路还行 反之不如按照蒋介石的命令 坚持打到底 但邱秦全 孙燕良 李弥等人 坚持突围 杜宇明只能同意 但是邱里二部都没有突出去 都被解放军打回来了 孙燕良部突围失败 军长胡林聪等人被俘 孙燕良只身逃跑 七日开始 邱里兵团向解放军发起攻击 八日和九日依然保持进攻 十日解放军发起反攻 包围圈开始缩小 杜宇明这会儿哀叹说 不是我学生不能战 而是老头子瞎指挥 其实早在十二月十九日 杜宇明就向蒋介石提出了 上攻下三册 上册必要时放弃武汉西安 集中兵力与共军决战 中册各兵团持久固守 争取政治上的时间即和谈 下策突围 此时杜宇明与空军署长董德明 思想讨论起淮海战役 对国民党政权的影响 杜宇明认为 平津一失 东野挥石南下 南京将不保 蒋介石只能逃到台湾 事实证明 杜宇明的这个预测是正确 1949年1月5日 开始空头 蒋介石催杜宇明赶快突围 杜宇明知道 蒋介石采取的是突围下策 那么他回复说 梁弹卫族 将士无力 蒋介石赴电 准再投三天 务必照准实施 6日开始 解放军发起了 声势浩大的攻势 9日黄昏 杜宇明到达陈关庄 第五军的司令部 并且向蒋介石发出了 最后一封电报 电报中说 各部队已经混乱 无法维持到明天 只有当晚分头突围 本来杜宇明本人 完全有机会逃出包围圈 而且可以冠冕堂皇的走 但是这个机会被他自己放弃了 陈关庄被围四十多天 蒋介石曾经电告杜宇明 听说五弟身体有病 如果属实 日内派飞机接地回京医治 邱京权也打电报 请蒋介石将杜宇明接回南京 杜宇明回电说 声虽有疾病在身 行动维艰 但不忍抛弃数十万中勇将士 声一息尚存 世卫军作 效忠到底 在这期间 陈毅多次写信 敦促杜宇明投降 12月17日 毛泽东写了 敦促杜宇明投降书 但杜宇明已经决心 为蒋介石尽于中 中共封面12月25日 宣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 因为上述的反动态度 杜宇明名列第36名 1949年1月9日晚 杜宇明带着副官 卫士等十几个人 离开大队单独行动 后来被俘 杜宇明想自杀 未遂 被抬到了华野司宗的指挥部 司宗政委郭化若 听说抓住了学长杜宇明 立即和陶勇来见 郭化若与杜宇明 谈到对淮海战役 与辽沈战役的看法的时候 两人之间还爆发了一场 针锋相对的辩论 杜宇明说 我自己不想参加这次战役 我们的覆没 是蒋介石听信了刘志的话 没有听我的 才导致了大失败 郭化若则认为 是蒋校长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 战争的性质 注定了你们必然失败 陶勇则认为 是你腿子打败了黄埔生 之后两人派人 将杜宇明送到了华业指挥部 当时陈毅司令员表示要见见杜宇明 杜宇明却抱着 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立场 拒不见面 杜宇明在被俘之后 先被关押在 华东解放军官教导团 之后又被送到了 山东异都 华东解放军官教导团团部 编入高级组 1954年下 杜宇明从山东被转移到了北京 龚德林监狱看守所 在这里呢 他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优待 当时管理所的医务人员精心的治疗和护理 使得杜宇明所患的胃溃疡 肺结核和肾结核 这些长年的顽疾 逐渐的好转 康复直至痊愈 特别是对他脊椎炎的治疗 当时投入了很多的人力和物力 医务人员除了施药之外 还为他特制了一具合身的石膏板 使他能够舒适的安眠入睡 再加上抗美援朝 对杜宇明等国军将领的冲击很大 那么这些都是外因 使得杜宇明发生了思想上的转变 但杜宇明自己本身 他的内因 他的转变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么与他一同被关押的文强 曾经在回忆录里 对杜宇明心态变化的历程 有着一定的描述 这对于我们了解杜宇明 有着很大的帮助 文强和杜宇明 是同时在淮尔战役战场被俘的 但是被俘之后 两个人七年没有见面 直到1954年 被转移到了龚德林之后 两个人才有机会见面寒暄 文强回忆 当时他第一次重见杜宇明 但文强主动的就寒暄说 老哥的身体能熬到今天实在不易 当时杜宇明含着冷笑 回复说 你问我的健康吗 是活一天算一天 我所想到的是一个死字 只有一死 才能报答校长培植的大恩 我背负之后 抱着大石头 猛击头颅不死 肾脏炎 脊髓炎 重病 当死不死 留死残生何意 说完杜宇明 长叹一声 就走开了 那么相隔一天之后 杜宇明又和文强建党 他突然对文强说 说我很奇怪 陈子良 那么陈子良指的就是 陈明仁将军 说陈子良这位铁牛一般的 硬骨头汉子 早在1949年9月前后 我被压在济南的时候 他与李明浩一道 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来见过我 一见面 他仍然以布下 对长官的陆军礼节 对待我这个阶下之求 这次在见面的谈话中 也不曾有劝详 或者大讲马列主义的一套论调 看来他完全是以私情来探问 我之所以感到奇怪的地方 是深知他对校长之中 反共之间 在黄埔学生中 是首屈一指的战将 为何会在长沙起义投降 难道他的起义投降是假的吗 文强就说 我看陈子良的起义没有半点假 从报纸报道来看 他必定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才起义的 老哥 你将长沙和平起义的这件大事 只奇怪到子良一人的身上 而没有奇怪到 比子良更重要的元老 成前先生的名下呢 这位元老在长沙临起义的时候还在说 我的骨头烧成灰 始终都是不变的国民党党员 生是国民党的人 死是国民党的鬼 像这么顽石一般的元老都点头了 倡导和平起义了 这其中必有大道理在 值得你我深思反省 对民听完文强的话 拍着文强的肩膀说 你看得对也说得对 我的眼光只看到黄埔同学的小圈子上 没有看到全国大事所趋上 子良的起义比之成颂公的起义 那就是小屋见大屋 一点也不奇怪 文强当时又补上一句 说记得你邀请我任副参谋长的时候 宋公宋公指的就是成前 宋公曾经批评你迷信武力 没有吸取在东北的失败教训 并指出国军的计划部队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起不了作用的 他甚至是警告我说 你要记住这次到徐州去当心做俘虏 言犹在耳记忆如昨 由这些简短的谈话来看 可以想见宋公的起义 绝非偶然 文强话说到此 对名沉思良久 又绕着树走了一阵 从容的对文强说 你我今天的谈话是交心 是很有意义的 我对宋公之言一点不知 当年你来徐州之时 为什么不跟我谈谈呢 我不能不怪你了 文强干脆的答复说 你也用不着怪我 由于当年我对宋公之言 也不以为然 听不进耳 甚至还在内心埋怨他 为我当差之前浇冷水 你我当年思想感情 颇相同相容 就是说了 你可能也听不入耳 我又何必自讨没趣 将宋公端出的一盆冷水 在自己头上不愿浇 又浇到你的头上呢 杜有明听完之后 一阵苦笑 接六说 宋公老谋深算 料敌如神 令人钦佩 而你却也深入骨髓的 把我看成完食了 到了1956年1月 到1957年间 杜卫明总是感慨重生 有一次 他当着文强的面 注视着团团转的 在做健身活动的 王宁基 范汉杰 宋希莲 王耀武 廖小香 李贤舟等人 不慎感慨的对文强说 我真是做梦 也不会想到的事 你看 这么多的文官武将 以往是东西南北 各霸一方 多么难得见面 可是今天 同一命运 都做了府邸游魂 梦中之鳖 八百万的武装部队 都被打垮 共产党这张大网 真可以说是一网打尽 说到这 杜有明停了一会儿 接着说 不瞒你说 共产党人 讲唯物主义 不相信鬼神迷信 是有一定道理 但我活了五十多岁 却深信一些 古艳俗语 说透了事情 不可不信 比如说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冥冥之中 自有主宰 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不是不报 日子未到等等 这些常听常说的话 实在是令人深信 我自幼在老父的督促下 读了很多的史书 解放之后 也读过范文兰写的 《中国通史》 纵观我国两千多年的文字记载的历史 我认为 中国历朝的兴亡史 樊蜀是最后失败 逃亡在国外的 很难有卷土重来 可以复国的 处遂三户 王亲必处 这只不过是好语而已 我看漏网之鱼 侥幸逃到台湾去的 又能存在几天呢 我看校长 一是英明 已经被无情的历史所葬送 文强当时对杜宇明的这分感慨 不知如何作答 不过他脑海里灵光一闪 想起了成前当年送给他的一句话 所以文强就对杜宇明说 我看还是成颂老说的对 人心是被延安抓去了 人心的象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 国民党的失败 杜宇明听了文强这句话 莫不作答 若有深思的就离开了 几天之后 他对文强说 打完球我有要事和你谈 文强以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结果杜宇明说 要谈的话只有两句 你昨天说了那么多 我回去想清楚了 宋老之言 一语破地 这说明杜宇明 从一开始被俘的时候 想要一死了之 而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 他开始有了思考 在思考为什么国民党会丢掉了江山 国军为什么会失败 很快 功德邻里成立了俱乐部 俱乐部中 还成立了由犯人组成的学习委员会 并且筹备建立了图书史 杜宇明从图书史里 建了社会发展史 以及其他一些关于辩证违无法的哲学著作 156年 五一节 杜宇明在《强暴》上写出了他的第一篇文章 标题是为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感想 他要迎头小凯 功功整整的写满了36开指的两页 杜宇明是一位虚心谨慎的人 他写完第一张强暴稿之后 先把草稿送给了文强和庞领堂看过 征求意见 一再地问标题妥不妥当 文字有没有毛病 要求这两人为他改正 后来强暴贴出之后 从强暴负责人陈远香 到围观强暴的人 一致称赞杜宇明写的这篇《读书心得》 联系理论和实际做得很好 作为五一节的纪念庆祝这个伟大的意义来说 是非常妥当的 杜宇明在这份《强暴》中是这么写的 我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从猴子到人 才懂得劳动创造了世界 劳动创造了人类的本身这个伟大的意义 人类社会本来是平等 由于阶级社会的存在 才划分为两个阶级的对立 资产阶级是剥削无产阶级的 地主是剥削农民 旧社会的政权和枪杆子 都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政权的统治工具 我懂得了这么个大道理 也就开始懂得我前半生是干了什么 更进而懂得今天庆祝纪念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伟大意义 杜宇明的强暴自从贴出之后 由于围观的人多赞赏的人多 领导和干部也来细读 并表示称赞 杜宇明在大家强烈的反应下 反而感到不好意思 那么杜宇明在对辩证维护法 进行学习的道路上有所进步 那么另外呢 他对于忠孝仁义这四个字的理解 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对于他彻底摆脱对蒋介石的愚衷 而正确的去理解新中国的建立 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杜宇明对于忠孝仁义 有怎样新的认识呢 那么下一集呢 我再给大家继续的讲 我再给大家继续的讲解